听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即将临产,老公却谎称出长叉,在外照顾同样怀孕的白月光,被撞破后,纵容小三把我打到流产,我持刀上门,让渣男贱女血债血偿。 当我顺着线索找到李佳柔的家时,看到他跟我老公相互依偎的画面,差点气得一口气上不来。 八个月的肚子疼痛难忍,但是我还是咬牙上前,直接扇了王林一个耳光。 你怎么这么贱? 我在家里辛辛苦苦地给你怀着孩子,你在外面找小三? 我的突然出现猝不及防,以至于过来给我开门的王林还愣在那里。 李佳柔坐在沙发上,看到这一幕,瞬间尖叫起来,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 我是什么人? 我是王林的老婆。 我怒气冲冲地直接推开了爱事的王林,挺着八个月的肚子,大步上前抓住他的头发,直接左右开弓。 滔天的怒火,瞬间就席卷了我的理智,我巴不得直接杀死这对渣男贱女。 我在家里辛苦地怀着孩子,每天面对着各种身材焦虑,疼痛,失眠,水肿,恨不得天天吐死在卫生间里。 而我的好老公呢,背地里出轨,给我戴了这么一顶绿帽子。 我注意到李佳柔也怀孕了,但不过月份看上去比我要小上几个月。 天底下那么多的男人,你为什么非要选有妇之夫? 你知不知道我的孩子再有一个月就出生了? 李佳柔愣了好半天,才终于想起来反抗。 他发疯一样,用指甲不停地朝我的脸上抓来。 你这个贱人,竟然敢打我,你看我撕不撕烂你的脸。 两个孕妇直接开始动手,撕打的场景一定很不堪入目。 我手上用力,每一下都用了死手。 如果不是王玲跟李佳柔逛街的时候被我妹妹撞倒, 我又有心追查的话,根本就发现不了 这个曾经在婚礼现场发誓会爱我一辈子的男人出轨。 刚刚开门时看到的一幕,就像是一根针一样,狠狠地扎痛了我的眼睛。 李佳柔柔情蜜意地靠在王玲怀里,两个人看起来幸福得不得了。 如果是不知情的人,看了一定会以为这是一对很恩爱的小夫妻。 可是,我才是王玲的原配。 怀孕八月的苦也没有,刚刚看到的画面来得残忍。 最后还是王玲冲过来把我们两个人分开的。 可笑的是,他直接一把推开了我, 然后紧紧地挡在了李佳柔的面前。 我气得浑身发抖,咬牙切齿地骂道, 王玲,你看清楚了,我才是你的原配, 我现在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 这个贱人到底有什么好值得你抛家弃子地去找他? 李佳柔一定是知道有我的存在的, 也知道王玲是有家庭, 可是这样他还是甜不知耻地贴了过来。 这世界上为什么永远会有这么多的小三? 为什么每一个小三还都是这么不要脸? 对上我的目光, 王玲眼神犹豫, 支支吾吾地说道, 柔柔身体不好, 你有气你就冲着我发, 别伤着他肚子里的孩子。 这句话让我听到了活了将近三十年, 最好笑的一句笑话。 我伸手指着自己诺大的运度冷笑一声, 我怀的就不是你的孩子了吗?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你居然还在维护这个贱人。 你想出轨想离婚, 你早说呀, 为什么非要等到我怀孕, 临近预产期的时候? 还有二十多天就是我的预产期, 我想流产肯定不行了。 如果王玲能早点跟我坦白的话, 也许我会直接跟他离婚。 可他一边出轨, 一边还耽误着我。 这个孩子不管生还是不生, 对我以后的人生都是一种负担。 再看王玲现在这个态度, 就算是孩子生下来, 他也绝对不会负责的。 王玲不敢吱声, 但不过身体却始终挡在李佳柔的面前, 生怕我再过去打他。 反正既然你也撞见了, 那我们就直接离婚办手续吧。 关于孩子的问题, 我会额外给你一笔补偿费的。 我还有二十多天就生了, 你让我现在跟你离婚? 你要是懂一点法律的话, 就知道现在你根本不可能跟我离婚。 就算李佳柔的孩子生下来, 他的孩子也还是上部的台面的私生子。 法律对于孕妇有特殊的保护权, 在怀孕期间乃至于生完孩子产后一年之内, 丈夫是根本没有资格提出离婚的, 就算提了也会直接被法院驳回诉讼。 他想离婚的唯一办法就是我松口, 但是我怎么可能会牺牲自己成全这对渣男贱女? 我不会跟你离婚的, 你死了这条心, 我就这么慢慢地耗着, 看咱们谁能耗得过谁。 我咬牙说完这句话, 转身就要走, 但是谁能想到, 李佳柔这时突然从身后冲了过来, 狠狠地推了我一把。 我的肚子直接撞到墙面上, 一股撕心裂肺的疼痛, 瞬间席卷了我那种感觉, 像是用一把刀硬生生地把我剖成两半一样。 我躺在地上疼得颤抖, 只能看到鲜血从我两腿间不断地流出。 我的孩子, 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在医院里空气中 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味道, 抬眼是惨白的病房。 我的右手上还打着输液器, 第一时间摸向自己的肚子, 那里已经一片平坦。 有小护士进来给我换药, 我急忙地抓住她的手腕, 急切地声音里带着哽咽。 护士, 我的孩子呢? 我的孩子呢? 抱歉, 孩子一出生就没了呼吸。 小护士说这话的时候, 甚至不敢对上我的眼睛, 想必也觉得我这样的孕妇很可怜。 怀胎八月, 孩子却没有保住。 我愣在床上, 只感觉大脑像是被人用力地砸了一锤, 瞬间一片空白, 耳边嗡嗡作响, 疼得我脑袋好像要炸了。 我的孩子没了, 我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没呢? 明明再有二十多天, 她就能来到这个世界上喊我一声妈妈了。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她, 她为什么要突然之间不要我? 我躺在床上又哭又笑, 跟个疯子一样拼命地锤打着自己。 都怪我, 要是我没有上门去找李佳柔的麻烦, 就不会变成这样了。 我突然之间发疯的举动, 吓到了小护士, 她急忙按住我的手腕, 不停地安慰我。 你现在还这么年轻, 以后还会有孩子的, 现在最要紧的是抓紧养好身体, 别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 我的眼泪一滴又一滴地砸了下来, 心脏更像是被一把无形的刀反复地戳动, 留下一个个带血的窟窿。 那是我的孩子, 那是跟我共生八个多月的孩子。 这一痛变故简直要了我半条命。 小护士说, 我当时被送来的情况很危急, 如果再晚半个小时的话, 可能母子都会有意外。 我在病床上躺了三天, 我不敢告诉我的父母, 而亡灵也从来都没来过一次。 这三天的时间, 我心如死灰, 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浑浑噩噩活下来的, 只要闭上眼睛, 就全都是我那八个月的孩子在拉着我的手。 问我为什么不要他? 我怎么可能会不要他呢? 如果可以的话, 我甚至愿意用自己的命去换他。 受害者在医院里生不如死, 而被害者则在外面玩得风生水起。 这世界上还有一点公平可言吗? 亡灵的朋友圈并没有屏蔽我, 我每天都能看到他开车带着李佳柔出去散心的恩爱视频。 下面还有一两个我们的共同朋友点赞, 他们似乎根本不意外, 为什么出现在亡灵朋友圈里的女主角突然之间换了人? 那只能说明他们一开始就知道这件事, 只不过一直在帮亡灵瞒着。 我就像是一个傻子一样, 被他们耍得团团转。 第四天的时候, 亡灵还是没来, 但不过他骂周桂梅倒是找上了门。 看到我虚弱地躺在病床上, 开口的第一句就是责骂。 你怎么这么废物, 连个孩子都看不住, 那可是我们老王家的第一个孩子,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是诚心想让我们家断后吗? 我不知道他妈是从哪里听来的风声, 一张刻薄尖酸的脸, 看起来十分讨人厌。 他没有关心, 没有询问前因后果, 字字句句都在怪罪我流产。 我是孩子的母亲, 失去孩子最痛苦最难受的人是我, 更何况这一切还都是败王林所赐。 愤怒一股脑地占据了我的理智, 我发疯一般尖锐地喊道, 你为什么不去质问你那个好儿子做了什么? 在我怀孕的时候, 出轨另一个女人, 甚至纵容她推了我的孩子。 你要是真的为失去这个孩子难过, 你就去找那个小三啊。 周桂梅有些尴尬地看了我一眼, 不自在地说道, 我们老王家就剩这一个孩子了, 那是我们家的独苗苗。 她话说完, 不知道想到什么, 又突然硬气了起来, 怪别人干什么。 你为什么不怪你自己废物? 推一下就流产, 这么娇弱的孩子留下来也养不大。 正好你现在也流产了, 抓紧跟王林把离婚手续办了, 我还得等着我大孙子出生呢。 我这辈子都没有听过这么无耻的话, 简直都快要把我气笑了。 我现在才明白, 为什么王林没有任何道德感, 甚至对于出轨的这件事情丝毫不在意, 原来是有这么一个好妈妈。 她也早就知道李佳柔的存在, 甚至还变相地纵容王林。 我突然之间想明白了, 她打的是什么算盘? 周桂梅对于要个孙子的这件事, 执着异常。 想必她是想看看, 我跟李佳柔生下来的孩子到底哪个是男孩。 想让我离婚是吧? 那就让王林跟那个小三跪到我面前来求我, 把所有的财产都给我。 我就同意签字, 不然的话咱们就这么耗下去。 这件事情不会就这么算了, 我会报警处理的。 所有伤害过我的人都需要付出代价。 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你, 那王林拿什么养我孙子? 周桂梅瞪大眼睛, 反应像是我刚刚开了一个玩笑似的。 那是你们的事情, 我不管她, 婚内出轨, 这本来就是她该补偿我的。 就算你们起诉离婚, 拖拖拉拉的, 也至少需要一年多, 到时候李佳柔肚子里的孩子早就出生了, 是个上不得台面的私生子, 只要我们两个人一天的离婚, 她就永远是小三。 这三天里, 我早就已经想明白了,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 我对王林的爱在目睹她出轨之后, 还袒护李佳柔的时候, 就已经死得干干净净了。 但凡她是个人, 但凡她有一点良心, 这三天里, 她就不可能没有任何作为, 可偏偏她能沉得住气, 一直装死, 还故意在朋友圈里, 发那些暧昧的视频来刺激我。 她想逼我离婚, 但是我怎么可能会让她这么如愿? 周桂梅像是没想到, 我居然会这么说, 当即气得说不出话来, 伸手指了我半天, 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这女人怎么这么恶毒? 说我恶毒, 我只不过是把你们施加在我身上的手段 还了十分之一回去而已。 我看着周桂梅怒不可遏的脸, 心头居然诡异地生起一种报复性的快感。 如果王林肯跟我坐下来好好谈一谈的话, 说不定我还会很痛快地答应她离婚, 只要她把财产补偿到位, 我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也可以过得很好。 但是现在就算她把全部的身价全给我, 我也不会平息掉心里的怒火。 仇恨已经席卷了我所有的理智, 我要跟他们斗到不死不休。 周桂梅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我转头看着窗外, 神色复杂。 八个月的孩子流产, 对我的身体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我在医院里足足躺了快半个月才被允许出院。 而我出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直接找人定做了一大批横幅, 挂在了李佳柔小区的入口处。 特意做得十米长, 一米宽的巨大粉色绸, 上面用烫金字写着, 李佳柔小姐真心爱我丈夫王林, 我这个做正妻的便自作主张奈你为妾, 希望李佳柔和你肚子里的五个月大的孩子度过一个非常好的运期。 在古代, 向来只有正妻才能用红色, 而作妾的都只能用粉色。 我一口气就做了十条, 就连李佳柔单元楼口我都没有放过。 她的小区附近有个小广场, 每天晚上七点多钟都会有一大堆的老太太在那里跳广场舞。 我把这样的绸缎绑在那里的效果可想而知, 不到一天的时间, 她的丰功伟绩就已经传遍了整个小区, 甚至连隔壁小区都知道她的大名。 这帮老太太们天天退休, 在家里闲得不行, 最缺这种热闹看。 而唾沫星子这种东西虽然不见血, 但是却能淹死人。 李佳柔已经被骂到连门都不敢出了, 毕竟不管走到哪里, 都有一大堆的人对着她指指点点。 在这样的报复手段下, 第二天, 王林就带着李佳柔上门来找我了。 她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跟周桂梅一样, 怒气冲冲地瞪着我,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恶毒? 你是想诚心毁了柔柔吗? 你知不知道她现在在怀孕 要承受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你是要逼死她吗? 她这一番质问的语气, 毫不避讳的偏袒态度, 都在向我证明着她对于李佳柔的爱。 我玩弄着沙发上的水果刀, 漫条丝里地掀起眼皮, 看了她一眼, 我流产后, 这还是你第一次来主动看我, 没想到还是为了她来出气的。 听我提到了孩子, 王林的火气顿时消了一半。 她看了我一眼, 我今天是过来跟你商量离婚的, 我们再这么相互纠缠下去也没用, 何必把大家都变成一堆怨妇呢? 不管你提出什么样的补偿, 我都可以接受, 只要你跟我离婚就行。 那我要你净身出户, 你们两个人一起下跪来求我呢? 我转头看了一眼李佳柔的肚子,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她孩子的月份应该在五六个月大了。 作为王林的枕边人, 我甚至都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开始出轨的。 但是这些事我已经不想再知道了, 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安娜, 你这么纠缠, 有什么用? 王林她早就不爱你了。 你只不过是失去了一个孩子而已, 为什么要来妨碍我们的幸福? 把钱全给你了, 那我怎么办? 听到这话, 我蹭得一下就站了起来, 水果刀的刀尖正对着她的肚子。 只要我想的话, 下一刻这把刀就会扎在李佳柔的肚子上。 我真的很想让她尝一尝, 失去孩子是什么滋味? 那是我的孩子, 那是我的亲生骨肉。 我的牙关咯咯作响, 握着刀的手, 在忍不住地颤抖。 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因为愤怒。 我已经控制不住地想要杀了这对渣男贱女。 反正我只有这一条命, 大不了一命抵一命。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 你故意推我, 害了我的孩子, 这件事我还没有跟你算账呢? 你有什么脸面到我面前来这么挑衅? 王林和李佳柔都被我拿刀的动作吓了一跳。 李佳柔立刻不敢再出声了, 急忙躲在王林的身后。 他们两个人都低估了母爱的强大, 更没有想过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能做到什么地步。 那个孩子是我的命, 如果现在杀了你们, 能换回我的孩子的话,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动手的。 李佳柔到现在还在为自己的罪行开脱, 我只不过是想让你认清现实而已。 王林是因为那个孩子的愧疚, 才迟迟拖着不肯跟你离婚的, 现在没了孩子, 对你们两个人不都好吗? 难道你想让孩子出生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里吗? 我真是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你这张脸皮真的太厚了。 故意害了我的孩子, 还好意思说是为了我好。 我的孩子为什么会没有父亲, 这一切不应该问问你吗? 你为什么非要勾引有父之父? 天底下的男人这么多, 你就非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吗? 我慢吞吞地上前, 李佳柔又不敢吱声了, 只露出一双眼睛, 紧紧地盯着我。 她的手紧紧地捂在自己的小腹上, 生怕我做出伤害她腹中孩子的举动。 你也是当妈的人, 你明明知道我有多痛苦, 偏偏还要在这个时候再撒一把盐。 是你们想要逼死我, 还是我想要逼死你们? 既然如此, 那大家就都不用活了, 一起去死吧。 话说完我就直接举起手里的刀, 直接朝李佳柔扎去。 那一刻, 我是真的想要同归于尽, 哪怕是拼上我自己的命, 我也在所不惜。 王林挡在李佳柔面前, 死死地卡住我的手腕, 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力量差别太大了, 我被王林紧紧地牵制在沙发上, 根本动弹不得。 你冷静一下, 你这么做只会害了你自己的。 只要让让你们两个人付出代价, 我什么都不在乎。 我发疯一般地挣扎着, 手里的匕首在混乱间 划伤了王林的胳膊, 鲜血瞬间就涌了出来。 可是这些红色并没有让我感到害怕, 反而让我更加兴奋。 既然你这么袒护李佳柔, 那你就陪他一起去死吧。 我再一次地出手, 可是王林这次却早有防备, 他强忍着疼痛, 别着我的手腕, 硬生生地把刀夺了下来。 李佳柔脸色苍白地看着我, 哆哆嗦嗦地说道, 你真是个疯子。 这场闹剧一直到警察来了才结束。 我低着头, 被扣在审讯室里, 慢吞吞地交代完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大概是连警察都没有想过, 这时间居然真的会有人把事情做得这么恶心, 混到最后对我的语气温柔了不少, 当然对王林跟李佳柔的卖惨更没什么好脸色。 因为我跟王林还是夫妻关系, 所以这场闹剧以家庭纠纷为收尾, 警察只是对我口头教育了几句, 没说什么重话。 其中一个小警察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 有些于心不忍, 把我偷偷叫到后面, 你这么好的年纪, 没有必要在这两个人渣身上 继续浪费时间, 我认识一个不错的律师, 他可以帮你打官司。 我抢挤出一个笑容, 没有拒绝他的好意。 以我现在的情况, 想要胜诉的话非常容易, 但我现在要他们两个人不得好死。 我打听到李佳柔是个做老师的, 是教音乐的。 我简直无法想象这一样品德败坏的老师, 最后能交出什么样的学生来。 所以, 我直接把这段时间收集到的 所有跟王林和李佳柔有关的证据, 以及一封长达两千字的举报信, 全都寄到了学校里。 我当然不会让这件事情这么简单就结束。 王林领导那边我也没有放过他, 年前刚刚升职, 现在已经变成了区域主管。 我在举报信里直接点名, 如果不辞退王林的话, 我就会闹到他们单位去, 让所有人都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单位是个公办场所, 肯定不会允许有这样的丑闻, 所以当天下午就直接把王林开除。 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同城类型的情感博主, 他的账号有二十万的粉丝, 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已经非常不错了。 他主要做的视频类型是情感解答, 跟我想要曝光的事情相似率并不大。 为了让他同意发表我想发表的内容, 我还特意支付了一大笔的钱, 所以当天下午, 我们同城网络平台的热搜上, 全都是我对着镜头哭诉的视频。 我泪眼朦胧地把这两个月发生的事情, 全都说了一遍, 重点还强调了一下, 我跟王林婚前的甜蜜, 以及在婚后我流产之后, 他的淡漠和不作为。 我把这些日子积攒的所有委屈, 痛痛快快地都哭了出来, 即便是对着镜头, 我也仍然哭到马上昏厥。 我不明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老天要给我安排这么多的苦难? 我想不明白, 我也看不懂, 更理解不了为什么有些人婚前婚后会是两张脸。 婚前勉强算是个人, 婚后是个彻彻底底的畜生。 小县城的熟人率很高, 再加上我又给那条视频买了曝光, 很快整段视频在我们城里瞬间热议起来。 有熟人认出了我, 自然也能认得出王林。 这一下他们两个人不仅仅是在小区范围内恶臭远名, 更是一下, 在我们整个市区都出了名。 不得不佩服这些网友的强大, 甚至还有人把我之前定做的粉色绸缎 也一起发到了网络上, 又掀起了一波新的热潮。 天哪, 为什么世界上还有这么恶心的人? 好心疼姐姐啊, 八个月的孩子, 那可真的是半条命。 我一直都相信风水轮流转, 做了恶事的人一定会有恶报的, 他们两个人还没等到自己的报应。 以后哪个单位要是敢硬替这两个人渣? 我就直接去砸单位的玻璃, 看得实在是太气愤了, 哪有这么欺负人的? 谁说不是呢? 这已经完全超乎了正常人类水平的下线吧, 那个叫王林的畜生到底有没有心啊? 怎么能对自己的孩子不管不顾? 对自己的老婆一点关心都没有呢? 要是早就变心了, 大可以直说呀, 为什么要耽误人? 上面的评论一水的都是谩骂, 甚至比我的预期效果还要好。 在这个网络高速发达的时代, 舆论是一把看不见的刀, 不见血, 但却刀刀致命。 王林又一次地找了我, 他胳膊上的伤口还没有好利索, 还打着纱布。 比起前段时间来找我时的嚣张得意, 现在的他落魄得有些像是街头上的流浪狗。 我的这两次触手对他的生活影响几乎是毁灭性的, 坚持让他失业, 又让他遭遇网暴, 他的手机号跟家庭住址都已经被我泄露了出去, 现在每天有无数网友的热心电话在24小时地等候着他。 王林吓得连开机都不敢, 没办法, 只能又来找我解决。 你又来干什么? 我没让他进门, 直接把他堵到了房道门外面。 从我流产之后, 我就从我们两个人共同居住的房子搬了出来, 现在住的这个两室一厅的房子, 是我爸妈给我买的婚前财产。 王林搭拉着眼皮, 整个人憔悴不堪, 你做事非要做到这种地步吗? 非要逼死我吗? 现在整个市里都没有人敢再要我了, 你让我怎么活下去? 这就是老天爷的恶有恶报吧, 你不用想办法来跟我卖惨, 哪怕是你现在死在我面前, 我都不会帮你叫救护车的。 我说的是实话, 我不仅仅希望王林不得好死, 我更希望他能就此下地狱。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停止报复? 把那段视频删了? 我同意静身出户, 你把视频删了, 行不行? 王林被气得咬牙, 似乎想要跟我动手, 但不过房道门实在太厚, 他根本就进不来。 我冷眼看着他, 只是静身出户吗? 那我要你跟李佳柔在我面前跪着道歉的要求呢? 你是忘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我的家庭算是小康水平, 我并不在乎那一点财产, 我只是不想让他们过得顺心。 做了恶事的人, 这辈子就应该像是过街老鼠一样, 人人喊打才对, 他们凭什么再继续光鲜亮丽地生活在阳光下, 享受着跟正常人一样的生活状态? 你夜深人静的时候, 难道就没有梦到过那个可怜无辜的孩子吗? 没有问到他质问你为什么不要他呢? 这样的噩梦,我每天都在做, 每做一次, 我就恨不得拿刀立刻捅死你。 李佳柔罪不可恕, 但是更该死的却是亡灵。 如果他能够管住自己的下半身, 不去外面招猫斗狗的话, 就根本不会有李佳柔, 也不会有后面的事情。 你知不知道昨天是我的预产期? 如果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的话, 此刻我的孩子应该在我身边好好地躺着。 你也是孩子的父亲, 死了的是你的亲生骨肉, 你一边后悔自责的意思都没有, 你还配当人吗? 你真的是个畜生。 我的话说完, 王林彻底地白了脸。 我感觉他这一刻是真的后悔了。 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 我受的伤害没有办法弥补, 我的孩子也没有办法回来。 我父母听说了我这边的情况, 第一时间打车过来看我, 已经年过半百的老人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哭得像是个孩子。 丫头啊, 都是我跟你妈不好, 当初给你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 没有好好地选一下, 这才让你嫁给了这么个畜生。 别怕, 现在我跟你妈知道了, 我们来给你撑腰, 你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 我爸满是愧疚地拉着我的手, 一向沉默寡言的他, 难得地说了一大堆, 说到最后自己忍不住转身地抹了眼泪。 我妈更是已经哭到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只能紧紧地抱着我。 谁的孩子谁疼? 我在为了我的孩子每天心碎失眠的时候, 可我也是我父母的孩子, 他们也仍然会为我难过。 我已经哭了太多次了, 哭到嗓子都哑了, 抬手帮我爸妈擦掉眼泪, 开口说道, 我已经走出来了, 我现在只想让他们两个人付出代价。 我姑娘受这么大的委屈, 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这么算了。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 出了事有我跟你妈给你担着。 这是我遭受打击以来听到的第一句安慰。 来自家人的爱和偏袒, 像是一股暖流源源不断地注入到了我的心里, 让我那颗哭死的心逐渐又焕发生机。 我以前为什么会傻到想要跟他们同归于尽的? 这样的渣男贱女, 根本就不配我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如果我真的出了什么事, 我爸妈该怎么办? 他们只有我这一个女儿。 我从仇恨的情绪中彻底地清醒下来, 我要选择一条最保险, 也是最稳妥的路, 送给两个人下地狱。 王林跟李佳柔那边被网报的情况还在继续, 那座小县城就这么大, 无论他能换多少联系方式, 也总有人能够找到他们。 这么时间一长, 李佳柔的情绪终于崩溃了, 十足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孩子没了。 王林盼星星盼月亮地就等着这个孩子的出生, 如今突然来这么一场意外, 也毁了他大半的希望。 而周桂梅那边就更不用说了, 我很久之后才知道, 他之所以那么期待李佳柔的孩子, 是因为他偷偷找大师算过命, 大师告诉他, 李佳柔肚子里的一定是个男孩。 事实证明, 大师果然没算错, 李佳柔肚子里的确实是个男孩, 但不过还没有发育权。 他是从六楼的楼梯上摔下去的, 一直摔到四楼才停下来, 经过这么一场意外, 这辈子也不可能再怀孕了。 事情一路发展到这里, 我才真的隐隐生出几分恶人有恶报的错觉。 我能送给他们的, 也只有活该二字。 我联系了之前警察, 给我的律师联系方式, 把自己手里掌握的所有证据, 一股脑的全都发了过去, 包括那天我们在沙发争执的时候, 我录下来的音频。 我不可能让我的孩子白白牺牲, 我要让李佳柔为这个孩子的死付出代价。 所以,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直接打开了手机的录音功能, 藏在了口袋里。 在后来的对话中, 我也一直在故意引导他说出害我孩子的话。 这份录音是呈堂证供, 板上钉钉。 我准备的证据相当充足, 且专业。 法院第一时间就判了我胜诉, 要求亡灵净身出户, 甚至还要额外赔偿我十万块的精神损失费。 李佳柔故意造成人身损失, 害得我的孩子流产, 同样要面对一年的监禁生活, 但不过仗在他现在刚刚流产, 缓期三个月执行。 王林现在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工作工作没有, 孩子孩子没有, 就连这么多年的积蓄也都得给我。 相比于我重新平静的生活, 他那边的状况可谓是水深火热。 失去这个孩子, 对李佳柔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再加上被网爆的事情, 让他整个人的精神都有些疯疯癫癫的。 我不知道他是真疯了, 还是假疯了, 但不过想用这种手段逃避法律的审判是不可能的, 就算他真的被判断变成了精神病, 也会直接被送到相应的医院里强制治疗。 后来我听说王林自杀了, 先是吞了大量的安眠药, 然后又从河里跳了下去, 尸体足足泡了三天才被人打捞上来, 已经泡得面目全非, 周桂梅去辨认尸体的时候, 当即就哭晕了过去。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些发愣, 但随即又有些恍然, 好像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那些爱恨纠葛都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 其实他来自杀前找过我一次, 喝得醉醺醺的, 看到我变成这个惨样, 你是不是特别解气啊? 终于让我跟李佳柔都付出代价了。 其实我没有那么爱李佳柔, 但是他太会撒娇了, 而且还特别喜欢向我示好, 我根本就抵抗不住这样的女人, 刚开始的时候, 我想过跟她分开, 回到你身边, 但是她突然传出怀孕的消息, 我该怎么办? 我以前是真的爱你, 要不然的话, 也不可能花了那么多的心思去娶你。 我只是觉得我这么多年只谈了你一个人, 我有点吃亏, 我想要再试试别人, 没想到这一事就让我自己栽了。 我们两个人是彼此的初恋, 经历了六年的长跑, 才终于跨入婚姻的殿堂, 其实在他出轨, 我们的婚姻生活也才只维持两年时间。 我不知道他是跟李佳柔什么时候滚到一起去的, 我只知道他很短的时间就打败了我的八年, 他靠在防盗门外叙叙叨叨地跟我说着, 一开始先是说他的后悔, 自责, 愧疚, 到最后开始回忆我们之前的那些甜蜜过往。 我不知道他跟我说这些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但是我那一整晚都没有给他开门, 他就这样靠在门外过了一夜, 第二天就去买药自杀了。 我站在阳光下, 平静地拢了拢身上的外套, 转身回家。 这两个人都已经得到了自己应有的报应, 死的死, 疯的疯, 我也没有什么再不该执着的东西了。 只是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我都会到我们这边很有名的一座寺庙, 步行前程去上香, 为我早死的孩子祈福, 希望他下一辈子的时候运气能好一点, 别再贪上我这么个母亲了。 我永远都对不起这个孩子。 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另一个故事。 拆迁三套房母亲想给我一套, 嫂子大吵大闹, 我们十二年没说话, 当年家里拆迁分了三套房, 母亲想把最小的一套给我, 结果嫂子逼着要离婚, 为此我十二年没说话, 侄女考上大学后, 因为一万元, 我们兵事前嫌。 十二年前, 我和老公刚结婚一年闹离婚, 恰好家里拆迁分了三套房。 母亲怕我离婚后没有落脚的地方, 执意想把那套最小的房子给我。 当时哥哥并没有意见, 还说我户口在家, 这是我应得的。 但是嫂子不同意, 母亲刚说出提议, 她拒绝,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没有回家分财产的道理。 我那时和老公吵得天婚地暗, 长时间住在娘家, 嫂子不同意, 我越发心里要较劲, 觉得既然是我的, 越不给, 我越要争。 好几次和嫂子当面吵了起来, 或许是因为生活不顺, 心里戾气太重, 每次争吵都不愿意妥协。 嫂子执意不给, 我执意要, 嫂子回娘家, 逼着哥哥离婚。 我在狠心, 也不可能让哥哥离婚, 尤其那个时候, 侄女刚六岁, 后来我妥协。 不给就不要了, 但是和嫂子的仇也结下了。 自此以后, 我和嫂子再不说话, 每次我回娘家, 嫂子必然不在家。 后来, 我和老公度过了婚姻的磨合期, 儿子出生后, 我们也买了房子, 我对以前的事情也没有执念, 但是我和嫂子的关系就像是千年寒冰, 路上见了面就像是陌生人。 但是我对侄女一直很好, 逢年过节都会买礼物给侄女, 每年的生日和六一还会接侄女出去玩。 嫂子也不拦着, 我们都是心照不宣, 我本以为我和嫂子的关系可能会这样一辈子, 没想到侄女考上大学后, 一切突然变得不一样。 侄女成绩一直不错, 估分的时候超出一本线一百多分, 当时她报了一所九八五, 两所二一一, 我知道侄女成绩好, 给她包了一万元的红包, 当时就准备好了。 成绩出来之后, 侄女亲自给我打的电话说, 自己考上了第一志愿, 我自然是高兴得不行。 告诉侄女改天回去, 把红包给她。 本来预计周末回家, 刚过了两天, 嫂子住院了, 说是要做一个小手术。 我那天回家只有母亲在家, 说是哥哥和侄女都在医院陪嫂子。 没有见到侄女, 我把提前准备好的一万元转给了侄女, 告诉侄女, 这是姑姑给你包的红包, 祝贺你金榜提名。 我的红包转过去后几分钟, 侄女又把钱给我转了回来。 我心里一阵担忧, 是不是嫂子不让侄女收我的钱, 心里责怪我, 不想让侄女以后和我走得太近。 毕竟, 侄女在医院, 我又发信息过去, 家家, 姑给你发的红包, 怎么不收? 是不想要姑姑红包吗? 侄女发过来一个淘气的表情说, 姑姑, 不是我不想收, 恰好你的红包被我妈看见了, 她不让我收, 说是你们刚换了房子, 手上正是用钱的时候, 心意到了就行了。 姑姑, 奶奶说要给我白酒席, 你到时候给我包个一千元的红包就行了。 我一听心里释然, 既然如此, 我也不强求, 准备把红包换成其他礼物。 嫂子住院十天, 出院又休养了一段时间后, 家里才开始给侄女白酒席。 那天我特意换了薪钱, 装在红包里, 穿上了一席暗红色的旗袍, 我是真的为侄女高兴, 虽然嫂子也在, 我一点都没想过要和嫂子打招呼。 那天, 我刚下车走到门口, 嫂子竟然热情地迎了上来, 主动接过我手里的包, 十分热情地对我说, 她姑姑来了, 赶紧里面请, 给你留了上座。 我浑身不自在, 我和嫂子已经十二年没有说话了, 她突然这么热情一度让我以为是对别人说的, 我忍不住回头, 看了看身后, 没有其他人。 但是, 既然嫂子主动开口打招呼, 我也不能冷落了嫂子, 脸上勉强笑着回应嫂子。 嫂子把我安顿好转身出去迎客, 我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 一进门就看到一堆人围着侄女在聊天, 我十分想去问问侄女, 嫂子最近是碰见什么事情了吗? 怎么突然间就和我兵士前嫌, 主动和我打招呼? 奈何人太多, 我一直坐着眉洞。 酒席开始后, 嫂子带着侄女一桌一桌地去给长辈敬酒, 来到我面前的时候, 我把红包拿出来给了侄女, 笑着对嫂子说,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有些少, 让侄女别嫌弃。 我话刚说完, 嫂子就开口说, 我前几天住院, 你特意赚了一万元给佳佳, 其实我住院没花多钱, 但是你的心意我领了, 知道你刚换了房子, 钱就不用发了。 咱们姑嫂这么多年, 当年年轻气盛, 都是得礼不饶人, 如今你侄女都上大学了, 十几年都过去了, 嫂子和你道个歉, 当年是我太执拗, 我们以后还是一家人。 我一头雾水, 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只见站在旁边的侄女一个劲地冲我眨眼睛, 我似乎有些明白。 赶紧顺着嫂子的话说, 我也有错, 当年只想到自己, 气性大, 爱记仇。 嫂子敬我了一杯酒, 我高兴地回敬了一杯。 嫂子和侄女走后, 我细细思量, 好像找到一点头绪。 我发给侄女一万元红包, 被侄女退了回来, 嫂子却说她生病, 我出了一万,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大概率是侄女倒的鬼。 下午三点钟, 宴席结束, 我和母亲还有侄女一起回到了娘家, 嫂子和母亲在客厅聊天, 我拉了侄女就进卧室, 盯着侄女的脸一动不动。 侄女别我盯得有些心慌, 问我说, 姑姑, 你这么看我是有事吗? 搞得我好想犯了重大错误。 我假意冷哼一声说, 你干的好事,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老实交代, 我给你的红包为什么要退给我? 侄女听了我的问题, 扑痴一声笑了, 边笑边说, 姑姑, 你是不是看出什么了? 你可真是聪明! 侄女才告诉我, 她受到红包, 直接拿给了嫂子看, 告诉嫂子, 这红包是我发给她的,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没说话, 我不好意思才发给了侄女, 因为嫂子生病, 我的红包其实是想帮哥嫂, 侄女说自己劝嫂子说, 我姑刚换了房, 也不容易, 妈妈, 这钱你要不要? 嫂子一听, 二话不说, 就让侄女退给了我, 但是侄女的嘴巴一直没闲着, 各种夸奖我对嫂子的关系, 只是碍于面子, 一直没有让嫂子知道, 侄女的一番话后,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在酒店, 嫂子主动开口和我说话, 不是嫂子主动, 是嫂子以为我先主动, 其实, 我俩都是被侄女玩得团团转, 因为侄女的好心, 我和嫂子十二年的恩怨就这样悄然消失, 我看着侄女笑得弯了腰趴在床上, 一下就释怀了, 这件事情过去了十二年, 虽然我没有分到房子, 如今也换了大房子, 这并不影响我的生活, 我突然就觉得前尘往事都是过眼云烟, 还有些懊悔, 当年的自己是不是有些小气和偏执, 不过还好, 问题解决了, 不管是谁先伸出橄榄枝, 都不是问题, 只要我们珍惜当下, 享受这份难得的亲情, 一切都变得并不重要, 不得不说, 还要感谢侄女从众撮合, 让我们重新和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